二年级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老师 今天黄老师会跟你们一起做一个小复习 这个小复习是第五颗植物 相信小朋友们你们已经学过这一个植物的单元了,对吗?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跟你复习的这些东西 你们要用心的去聆听 因为等一下老师会有交代功课给你们在家完成 可以的同学们,你们可以在你们的书包 拿出你们的这个三月份科学的资料 然后打开你的这个第一页 今天老师会跟你们做一个小复习 如果你说老师,我来不及准备资料,没关系 你可以看老师的这个slab也是ok ok,so这样我们就开始 ok,so同学们 今天你的这个第五课的这个单元里面 有两个小单元 so这两个小单元 第一个讲的是植物对人类和动物的重要性 重要性我们叫做important ok,这个意思是讲植物对人和动物到底有什么重要性 我们来看第一个 植物为人类和动物提供氧气 ok,什么是氧气 氧气就是我们吸气、呼气的那一些空气 ok,但是我们的人体只可以accept氧气这个部分 ok,so这个地方你们还没有学到的 你们三年级可能会学到 but这里老师大概跟你们讲一下 ok,氧气这样子来的 同学们 ok,氧气是这样子 植物它在白天的时候会利用这个阳光 ok,它会要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 在这个光合作用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们会释放出氧气给我们人类和动物 那么植物需要什么 它就会拿我们人类和动物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ok,so这个的情况你们三年级会学到 but在这里老师会跟你们比较简单的带过 跟你们讲解一下氧气是这样子来的 ok,所以第一个你们要记得的是 植物为人类和动物带来的是氧气 如果你不会写 你可以写提供空气 也是没问题 ok,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植物就会为人类和动物怎么样 提供食物 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咯 ok,可能看这个小女孩的图片 我有蔬菜吃,有水果,羊也有草 熊猫也有这一个 Bamboo ok,然后一样的咯 我们有蔬菜啊,水果啊 你在家里吃的这一个肉啊 也是等等之类 ok,but这个肉我们就不可以归类成这里的食物啊 为什么同学们,因为肉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动物的身上 不是植物,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植物 所以我们只可以讲的是蔬菜和水果 ok,so这个你们要清楚明白呀 如果你要学更详细的这个食物 你去上三年级的时候 老师会教你 如果有机会,老师会教你 因为三年级你会学到 ok 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是植物可用作草药 能治病 什么叫草药 草药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有一些植物 它本身是一个药来的 就我们可以把它采下来 制作成药物 可以医治病的 ok,这个是以前的人 他们没有医治病 他们也没有医院 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病 ok,so你们看到 嗯,它就是治病哦 ok 好,接下去我们看到的是 植物能提供庇护所 植物能提供庇护所 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比较多是 提供给动物的庇护所 但是人类会有吗 人类还是有的 但是不是现在 是以前 ok,以前我们的物质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 我们是住什么的 木屋 木屋就是用木板 或者一些树木 制作出来的物质 我们叫木屋 ok,so这个是庇护所 庇护所如果同学们 你们不会写 你们可以写提供住所 这是你住的地方 这是你住的地方 但是老师还是比较鼓励你会学习写庇护所 因为庇护所你去到三年级都会有用到 ok,so这个是 食物对人类和动物的重要性 我们看回去第一个啊 第一个是提供氧气 提供氧气 氧气也可以叫做空气 ok,第二 提供食物 提供食物 蔬菜和水果 蔬菜和水果 ok,第三 提供草药 或者你可以写提供药物 也是ok 拿来做什么的 治病 拿来 治病 就是医病 ok 好,最后一个 提供庇护所 提供庇护所 庇护所就是 你住的地方 你住的地方 ok so这个是 对人类和动物的重要性 ok 接下去我们看 还有 还有哦 ok 来 这个是第五个 第五个是可以制作成 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 什么叫日常用品 平时你会用到的 可能这个椅子 我们叫藤椅 我们叫藤椅 ok 藤椅啊 烧靶啊 这一些 我们叫烧帚 ok 嗯 你们在补习 我们用的一些 桌子 是不是木的 他也是 用这个植物制作成的 ok 这些等等都是 ok 好 接下去 我们来看的是 种子发芽的基本需求 ok 同学们 来到这里 老师有一个东西 需要你们记起来 种子发芽的基本需求 和植物的基本需求 是不一样的啊 等一下老师会跟你做解释 什么叫做 种子发芽的基本需求 就是我们一开始 用一棵小种子 种出来的植物 我要看它从种子 长大成幼苗的那个过程 我们叫种子发芽 从那个过程 它需要的基本需求 一定要有水 一定要有水 空气也一定要有 只是这个时候的他们 还是很小 很小 所以他们要的是 适中的温度 或者是适当的温度 你不可以直接先放阳光 因为他们还很小 在开始发芽的时候 阳光太强烈 他们会被晒死的 OK 所以同学们 这个时候的他们 也是要阳光 但是这个阳光 我们要把它变成 适中的温度 就是它的温度 不可以太热 也不可以太晒 但是也不可以 完全没有阳光 OK 所以这个是 种子发芽的基本需求 只有三个 你们很容易背起来 OK 那么我们接下去 OK 接下去 我们讲的是植物 来 如果去到植物的时候 同学们 那么植物的这个 适中的温度 就会变成阳光 就会变成阳光 一样有水 空气 只是适中的温度 会变阳光 那个是植物的基本需求 植物成长的基本需求 这个是种子发芽的基本需求 所以你们要看好好来 OK 那么我们来看接下去 植物的生长过程是这样子的 当幼苗长大时 它会长高 叶子也会变得更多 金的圆周也会增加 所谓的圆周就是 它的这个 它的这里 它的金啊 这里 跟叶子黏着一起的 其实你们可以写 它会变粗大 它会变粗大 就是粗粗厚厚也大大 OK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种子 慢慢有幼根 它先长一些小小个的幼根 然后就会有发芽之前 它会长金 因为它需要有叶子黏着一起的 所以要有金 过后就有叶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小幼苗 最后就会开花 如果今天种的植物是有果树的 那么它就会开花了才可以结果 它就开花了才可以结果 不是结果了才开花 同学们 你们要记得一定是先开花了才结果的 OK 所以这个是植物的生长 过程 OK 所以同学们 来到这里 这一课 你们so far还明白吗 可以吗 可以对不对 OK 这个老师相信 你们上课的时候 已经学过了 但是老师还是跟你们做一个小复习 OK 所以这个是老师今天跟你讲解的slide 然后现在你们会看你们的这个笔记 你们的笔记里面 OK 就是这个是第一页 OK 这里有讲到 最重要的东西是水空气和室中的温度 OK so这个是这一页page one 然后接下去的都是你们的一些念题 这个念题相信你们已经讨论过了 OK 那么接下去 给老师会跟你们看看下的是下一页 OK 所以来到这个第十页 所以来到这个第十页 第十页就是植物的生长过程 同学们你们可以帮老师highlight 药苗在成长时会长高 心会变出也会长出更多叶子 所以这一个句子你可以highlight起来 然后接下去的是生长基本需求哦 你会看到水空气阳光 这个就是刚刚老师在slide里面有跟你们讲的 OK so基本上这里的念题 相信老师已经跟你们讨论完了 所以黄老师这里也会跟你直接带过就好 OK 说你们已经学过了的 真正老师要给你们做的功课是这一个 OK 这一个总复习 OK 有些学生老师有派过总复习 有些学生可能没有拿到 但没关系 老师过后都会把这个念题全部一一放在WhatsApp里面 妈妈都可以给你看的 像小朋友如果你没有拿到资料怎么办 你可以拿出你的书本 或者一张纸张 你看老师的这个题目 然后你把答案写在那几张 过后再correct一下answer OK 可以吗 这过后你们回来上课 老师会给回这份资料你们的 OK so 这个总复习有第五 这个是第一页 第二页有第六题到第十题 so 第一题到第十题 相信同学们你们都可以做 OK 例如老师念一题给你们 大树对猴子有什么重要性 就是大树 大树也就是植物 它对猴子有什么重要 有什么important 猴子要大树来做什么 A 提供足够的水 B 提供足够的光和日 C 提供稀息的好去处 稀息就是玩耍 OK 好去处就是地方 Dongi 提供躲避危险的庇护所 大树对于猴子来讲是哪一个 Dongi 给它一个可以躲避危险的庇护所 OK 庇护所是它的一个家 OK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就会是Dongi OK 所以老师只给你一个example 剩下的你们要跟老师完成 OK 来 接下去 这个你们也帮老师做一下 嗯 来到这一个 OK 这个是这样 植物对人类和动物有哪些重要性 年一年 给highlight起来 年一年 年一年是化现 年一年是化现 同学们 看图片 看枝 选正确的答案 OK 来 重要的东西来到下面了 写出你认为植物对你的两个重要性 两个重要性 OK 他讲的是什么 植物对你的两个重要性 小朋友把它highlight起来 植物对你的两个重要性 植物对你哦 你是人还是动物 人类 我们是人类 很好 那么植物对人类要写两个重要性 OK 刚刚老师有教你 差不多有五个六个这样子 对不对 OK 你们自己想 植物对人类有哪两个重要性 你把它写下来 OK 可以吗 可以啊 嗯 so 接下去 老师Next OK 吃播 我们来看题目 会发芽的绿洞 画钩 不会发芽的绿洞 画钩 OK 同学们 这个 对的就画钩 不对的就画 钩 OK 你们有种过绿洞吗 就是家里自己种 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们种 如果没有种过的没关系 可能下次你们可以跟老师讲一下 OK 我们在班上做这个小实验 也没问题 OK 只是老师可能到时候需要你们每人帮一个忙哦 可能准备一下你们的一个小的一个 double way 这样子 OK 或者是小的小罐子 我们来种一下 OK 嗯 好 下面一样的 在正确的答案下 画线 OK 它来起来帮老师 下面 画线 so 一二三四五 它要的是什么来的 画线 它要的是 画线 同学们不是劝起来啊 看好题目 再画线 OK 这个是你们的功课 还有 第五月 OK 第五月 根据放线化的成长过程 顺序排列 OK TQR STU 你跟着这一棵植物的生长过程 从它小小到它大大 帮它写下英文字母 顺序排列 OK OK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了 真的是最后一个 OK 这个老师会跟你们讲解 你们自己try做 OK 下面 在横线上填写正确的答案 OK 这里有准备两棵植物 P和Q P是放在玻璃箱里面 但是它的泥土是 室泥土 室泥土代表它有水还是没有水 有 它已经浇过水了 已经浇水了 但是Q它放在的是木箱 木箱 木箱你看得到吗 看不见 它不是透明的 但是一样也是 湿泥土 OK 第一题它要问的是 你自己要想一想 这两棵植物 两个星期后 哪一棵植物会继续生长 你要帮老师写下来哪一棵 P植物还是Q植物 第二个question它问 为什么你要写出原因 同学们如果你放P植物 你就要写原因 因为它怎么样 OK 如果你写Q植物 你也要写原因 因为它怎么样 OK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里面 有两个question 你要回答两个答案 OK 嗯 这两个答案不用分开的 你们写了过后 句号再接下去写第二个句子 就可以了 OK 第二 这项实验证明了什么 OK 全棒棒 它来起来 实验证明了什么 实验证明了什么 OK 实验证明了什么的意思是 如果今天你这里第一题写的这一个原因是 因为它获得水分 那么你的这个证明就会写什么 植物 需要水 才能 生存 这样子 如果你写的可能不是水分 可能你写空气 example罢了啊 如果你写空气 那么你的第二题就可以写 植物需要空气 才能 继续 生存 这样子 这个是实验证明了什么 你做一个 结论 做一个 conclusion给它 OK 第三 写出植物的两个基本需求 两个基本需求 它要的是植物还是种子 植物 对不对 棒老师 highlight起来 植物的两个基本需求 OK 它这里要的是植物哦 不是种子 所以植物的基本需求 老师刚刚在slide里面有提过 有三个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虽然有三个 但是同学们 你们只可以选两个 你们选两个 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是老师给你们的功课 所以小朋友 你们要在家 用心的听完老师的讲解 然后再把这个答案做出来 妈妈 你做完了 妈妈会跟你 truck你的answer 有没有对 OK 所以小朋友 老师的课 今天是讲到这里 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可以 叫妈妈 whatsapp 或者是信息老师这里 OK 所以老师希望你们在家 可以好好的 有在完成功课 所以这个是科学 同学们不用担心 听写表里面是没有 听写的 OK 所以今天老师的讲解在这里 有什么不明白 你们再问老师 OK吗 好 所以今天老师到这里 OK 所以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